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 一名无姓男子 他酒后开着货车上路 经过吉安乡一处 没有交通号制路口的时候呢 突然被一名驾驶小客车的 江西女子给撞翻了 横岛在路中间站满整条乡间小道 两个驾驶人一是没有注意车况 所幸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交通号制的路口 一台货车往前执行 左边圈突然杀出一台小客车 将它撞翻90度 小客车刹不住 右前轮也卡进水沟里 小虾米撞倒大鲸鱼 但当下力道猛烈 小客车车头还是全会碎成好几片 有的还掉进一旁的水沟里 整台车坏掉只能脱掉 货车也被撞到整个翻渡 横倒在路上 站满了整条乡间小道 事发在11号上午将近8点 一名68岁江西女驾驶 开车经过花莲县吉安乡 道乡三街时 正好撞击行进道乡二街的 47岁无姓男子 由于路口没有交通号制 两人疑似都没有注意车况 才会发生意外 锦销到场时 小客车右车门开开 江西女子已经自行脱困 没有受伤 但无姓男子和车上的乘客 被突然剧烈撞倒 身上多处都有擦措伤 你要喝口水吗 你要喝口水啊 很渴 很渴 你的热水可以吹 可以啦 可以 无姓男子脱困坐在路边 面对园经酒厕 有点心虚 还先要求想喝水 由于过后决定吹气 一气马上嗶嗶狂叫 酒厕值0.2毫克 虽然还没达到公共危险罪的 0.25毫克 但还是得施下罚款 其中自小客车人员并无伤事 自小客车真驾驶及副驾驶 均有一处擦伤 另外正驾驶胸口有疼痛的情形 我们酒压人员立即给予清洗伤口 以及止血包扎 小客车撞倒货车 如果驾驶也被这场景看傻了眼 无姓男子脚后开车被撞翻 所幸没有受到重伤 也希望他能继取教训 记者林明镜取利勤 花联报道